大家好 在学习了币报的一个基本的含义 以及一些基本的理解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 币报的一个好处的一个学习啊 因为学了之后它有一些什么优势 我们要了解一下 我大致呢 把它归纽为三个部分的优势 一个是减少传值变量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提供一个需求 让你创建一个函数 每次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不断的给一个数字进行累加 比方说加一 那么你怎么做呢 试试一下这个问题啊 比方说我们创建这样一个函数 add一个叠加 然后呢 你在这里这样写 比方非啊 一个最初始的字 a等于0 然后你在这里a a++ 把它alert一下 alert一个a 如果你是这种写法的话呢 你的外面这样每次调用一下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每次只是说 a 因为它每次产生一个新的a 所以说你弹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1 这达不到一个你调用一次加1 调用第二次再加1的一个目的 那么你想把它改进一下的话 你就是不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传值兵量 好 变成传值兵量了之后呢 你再进行测试啊 比方说我们再多调用几次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进行测试一下 然后任性 1 然后调用第二次是2 这就是达到了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目的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个传值兵量 它会用上来 那么如果你不想用传值兵量 但是呢 又想采取这种 只创新一个函数 没有参数的啊 要用多次 可以给一个指累加的效果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了币包来达成这个目的 比如说我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写上一个函数 这是第一步 在外面呢 写一个这样的函数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呢 就写一个 写个什么呢 我们在定一个病量 A等于0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return出出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给成立名的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呢 就A++ 那同时呢 alert一下A 好 把这个函数都return出出了之后 你会怎么弄呢 在外面的话 你就定义这样的一个结果 把F调用一下 返回的东西呢 就是一个函数 那么返回这个函数之后 你每次调用一个这样的东西 它就会 因为这个地方就形成B薄 是不是 它补过它负的那一个病量 然后补过了之后 在外这个F的外面调用的时候 调用第一次A等于0 加了之后弹起1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这个的捕获的东西呢 保留不变 保留不变的话 也就是说它会弹出2 当然我们在后面会继续 进一步讲解那个A为什么会保留不变的问题 现在先看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选行 然后弹出1 弹出2 如果你再调用一次的话呢 就会弹出3等等 这就是减少传值变量 因为这个根本就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就没有什么这个A 并层传值的一个问题 这是它的一个必报的一个第一个好处 而第二个好处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减少传递给函数的参数数量 它是个什么意思的话 我们就依注我们以前学的东西啊 就是什么呢 当你这个函数啊 主要是这种情况 一个函数里面F1 而这个函数里面呢 这有一个函数2 当这个函数2如果跑到外面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函数2呢 会用到F1里面自己的主部变量 而你每次在外面啊 变成了那个F1的外面之后呢 你每次掉落这个F2的时候 由于可以用到F1本身的变量 是不是 而且一直可以用 是不是你掉落的时候 就是可以少传一些参数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举一个代码来演示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比方说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什么呢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 假设我们写一个函数 一个add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变量 有一个激素 然后这里有一个最大值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当你传一个2 和一个3过来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激素再加上 从1开始一直到你 这个max值 比方说123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做这个目的 如果我们这样写一个函数的话 很简单 直接就是写一个循环 从1开始一直到这个max 然后把它加起来 加下最后再加上这个base 返回去就达到目的了 这么这个地方就用两个参数 是不是 如果我们想减少一下 减少一下呢 你就可以用臂宝来做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计算工厂的一个函数 比方说factory 把这个工厂呢 我们就传一个激素过来 接下来干了个什么事情呢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return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们也可以搞一个参数max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那个代码了 比方说var的一个total 值等于0 然后在这里呢 就写一个循环 var的一个vari等于1i小于等于max 然后i再加 那当然就是这里的实现的话 就很简单了 加等于一个 是不是加等于i 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在最后的话 我们还要加上那个激素 是不是所以就total 加上那个base这样 这样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外面就怎么调用呢 fair一个具体的adder 比方这个adder东西呢 要用这个计算工厂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把它二传进去 好 这样就创建一个函数 而你这个函数 比方说我们要加上3 按照我们这个东西 它弹出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结果可以弹一下啊 alert 可以润行看一下 如果如果是正确的话呢 应该是1加2加3等于6 6加3这个基础2的话 应该是弹出8 我们润行看一下 弹出是undefined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我们这里的地方呢 扫写了一个return语句是不是 一会小型就报了一个问题啊 所以它就因为你们跟这个函数 根本就没返回数据 所以弹出来是undefined的 那么接下来你测试的时候啊 保存一下 测试 就弹出一个8 这就是我们就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 起到一个减少那个参数的问题 因为这个函数的话 就作为一个创建函数 一个工厂一样 它返回的是另外一个函数 而这个函数呢 作为这个函数内部的一个东西的话 它就会引用它 它内部的一个承软变量 以及它的参数 这就会形成一个币包 形成个币包 你在外面跳出来了 因为这里就跳出来了 这个函数就变成add了 掉下来之后 它还是可以访问它 而且这个只要你 你这个不变 它就一直add 就一直是这个 这个技术一直是2 如果你在这里比方说 我们alert一下 add一个4 那么它的结果呢 就是2加上1234 这样加起来 所以就是12 当然你还可以换一种情况 比方说我们这样 添加一个add2的时候 等于factory 比方说我们在技术改为1 那么它的结果就可能不一样了 比方说alert add3 然后我们就测试一下 把这上面两个呢 我们就也保留起来 一起看一下 任性 然后第一个的话呢 就弹出8 这个我们第二个是弹出12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而第三个的话 我们基数是1 基数是1 然后加的那个值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数的3就是123 123的话就是6加上一个一个激素1 应该是弹出7 他说为什么弹出8呢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它的那个燃烟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扫写了一个 这个啊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改一下啊 改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因为这上面 我们已经测试过来 就不用管它 可以把它注射掉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这个 我们来刷新测试一下 就是弹出7啊 这是这个啊 当然这个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进一步讲 就是说你每次创进 就是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币包 这个币包里面 比方说这个Adder 它补货的那个Base呢 就是2 而在这里呢 创进另外一个新的币包的话 它补货的那个Base呢 就是1 两个是不同的啊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这就是币包的第二个好处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币包的第三个好处 就是起到一个封装的作用 封装前面我们也大致也说了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 它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代码呢 都先注射掉 封装嘛 就是就是如果你有 是下坡或者加坡的技术的话 比如说我们搞一个get set 这种东西 首先我们就创建一个函数 好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定成一个 立即调用的一个匿名函数 比如说一点点的弄啊 大家思考一下get set怎么弄啊 不知道有没有想出来 我们在这里呢就定一个成员 比方说一个成员 并然等于0 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定义两个函数 function 比如说我们get一个m次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return一个m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b包是不是 然后我们在function setm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 当然这个参数呢就要加一个参数过来 然后呢就把m复给这个传过来的字 但是这是第一步是不是 这个第一步还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外面根本不防不到m 也防不到这个 这个都防不到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公布出事 那么公布出事 就要把这两个函数呢公布出事 所以我们按照我们前面讲的技巧的话呢 就是getm呢 就等着当然你可以取个名字 取个不同的名字 g等于getm 记住哈不要getm打了一个 括号那是调用的啊 比方说gf等于setm 好这样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直接调用它了 比方说我们就新 新f是set啊 set一个什么呢 set一个12 然后这个地方就直接把它的结果呢就输出出来 比方说我们这里有个g函数啊 调用一下 好把它额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测试一下 刷新 然后就把那个12弹出来 这就是一种封装 其实也就是个简单的getset 到后面我们学那个命向对象的时候呢 就会这种代码就会也会实行一次 但是那个实行的方式就比这个优化一下 不是这样返回 把两个函数公布出事 我们就可能返回一个对象啊 之类的东西啊 是这里 这就是我们币包的第三个优势 今天就有信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